特朗普在他的总统竞选初期曾经攻击拜登对电动车的支持 在特朗普竞选的最后一个月 他从电动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那里获得了大力的推动 自从特朗普赢得选举胜利以来马斯克已经同意加入了特朗普的新政府帮助提高效率 马斯克的电动车公司特斯拉的股票自从选举日以来已经大升超过25% 市值在两年来首次突破了一兆美月 这样电动车制造商对一个囊括了特斯拉老板的特朗普团队有什么期待呢 在洛杉矶车展上希夫·斯坎德正在展示四电车全电动的超级跑车 特朗普保证要提高进口关税 在美国制造的电动车可能会更具竞争力 南韩汽车制造商现代的发言人约翰森说 该公司将会在美国坐自亚洲生产电动货车 电动车制造商也注意到特朗普可能会终结对电动车购买者7500美元的联邦税收底面 充电系统公司AMPure的约翰托马斯说 这个都是市场演变的一部分 汽车指南海利南皮书说 在去年美国电动车销量达到破纪录的120万部 占美国汽车市场总量的7%以上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道罗洛杉矶报导